10月29日晚,韩国首尔龙山区黎泰院洞一带 有数万人为庆祝万圣节聚集而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 根据韩国消防部30日最新消息 踩踏事故已造成151人死亡,82人受伤 死亡人数中包含19名外国人,中国驻韩大使馆 也已经确认3名中国公民死亡 死亡人数仍有可能持续上升 韩联社报道称,首尔市政府30日表示 已收到大约355份与此事相关的失踪报告 此外有传闻说,此事故吸引大批人员 因为看明星一下子冲了上去 或者是因为有人食用了含有毒品成分的糖果所导致 但截至目前,具体事故的原因还没有查清楚 警方说,并没有接到此次事故与毒品有关的报告 据目击者称,29日晚,有10万人在李泰院洞一带参与节日聚会 踩踏事故发生在某酒店旁边狭窄的胡同之内 现场人山人海,魔剑接踵 本来很正常的走着突然来了很多人 前面的人往后急,后面的人往前急 他和同伴被夹在了中间 很快他们就感觉无法呼吸 甚至双脚都已经快离地了 这时,他看到很多中间的人都在往旁边的电线箱上爬 于是就踩着啤酒箱,也往上爬 暂时远离了人群 他觉得这是自己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在李泰院院现场的人说 当地时间30日凌晨3点左右 对比刚刚发生彩蛋事件时 走在李泰院街上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但人流仍然比平时多 因为交通管制 他还没有办法离开李泰院 只能待到早上 根据韩国警方和消防部门的介绍 29日22点15分左右 消防部门第一次接到报警 称李泰院站附近一条小巷里有人被困 需要救援 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现场有数十人都已经处于心脏骤停的状态 并立即对他们实施了心肺复苏进行救援 22点43分 消防部门发布了应对第一阶段命令 23点13分发布了应对第二阶段命令 23点50分发布了应对第三阶段命令 韩国消防厅表示 为了处理事故 共派出了500多名消防员和1100多名警察 除了首尔本地的救护车以外 还有从周边调配的数十台救护车 消防车赶到现场救援 来自首尔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往现场救助 并在事故现场搭建了临时急救所对伤者进行急救 消防部门指出 事故伤亡者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这次事故是自2014年4月号克伦沉默事件发生之后 在韩国发生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事故 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当天7点紧急召开会议 讨论黎泰院踩踏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韩国的总统尹熙悦也在上午9点钟左右 针对踩踏事件发表讲话 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 政府将彻查事故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力求 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anticip cosas 判知识